在世间法讲不为霸风所动 我们世间的常讲霸风吹不动 这才有资格入佛门学佛法了 单单霸风吹不动还不行 因为霸风是世间法 世间的明文立扬 这些五一六成属于霸风里面 这个东西不动心了 还要更进一步 不为他法门所动 佛法法门很多 宗派很多 你要是学哪一个 你就专心去学 你会有成就 学禅的 你就专心参就 你想参禅 听到那个讲经说法不错 又想去学讲经 你禅完了 听到那个人念咒 学密也不错 也去跟他学学咒 这一样都不能成功啊 法门是一门深入啊 其他法门好 我们赞叹他 我们决定不学他 心不动摇 我死心塌地在一个法门上 一门深入啊 善道大师说的好啊 如果求解 可以多学几个法门 多学一些经典 为什么我都懂的 是求解 但是行门呢 修行呢 决定是一门深入 不可以同时学两个法门 决定不可以 一定是一门深入 这就是不动他所代表的啊 像华严静 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他表的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不能够理解 那华严就别看了 别读了 五十三未善之时 也是表发的 他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社会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那是我们每天 从早到晚所接触的 这个就是五十三未善之时 你接触的面非常广大了 你对他们都能够理解 都能了解 那你是充满了智慧 可是自己修行呢 也满深入 从来不为他们 所动摇 善才修什么法门 善才是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他参许恶 第一个老师 德云比丘 这是一位出家人 五十三位善之时 只有五个出家人 其他人 同时在家里 德云比丘教他的是念佛法门 这是第一个老师 先入为主 他主修的 没参讨 没参访 意味着这时 最后念得离词 念得我很感谢你 我向你告辞 告辞就是 我不学你的法门 我还是老师念佛 我还是老师念佛 一直到最后 第五十三个 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呢 那是十大愿望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开始念佛 一个最后圆满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善财同子修的是灭佛法门 一生成就啊 没有到第二生 一生成佛啊 这是根属的众生啊 他是过宗过教 这世间过行过夜 他不是不接触 他通通都接触 通通都明了 于自己修设的法门 决定不障碍 决定不为其他法门所动摇 这是华严经 山财同子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 我们能够不为 世处世间一切法所动摇 这才能成就自他功德壮严 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基础 是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 就不必浪费精神 也不必浪费时间 为什么呢 你学不成 所以古来大德 我们修学佛法 我们在高神传里面看到 我们在很多 这明山道场记载里面看到 这种修学佛法 祖师大德们 祖师大德们 发现一个可以造就的人才 他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她呢 首先用种种方法来折磨他 看他动不动心 看他有没有耐心 有没有毅力 到你受不了了 走了 走了就算了 不能成就的 不斑折磨 他还是不动心 他还是人受得住 这个人就是大气 真正能成就 菩萨修学的纲领 第一个就是布施 布施是放下 第二个就是忍辱 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古来的祖师大德教人 真的 手段方法巧妙不同 实实在在讲呢 就是一个布施一个忍辱 叫你放下 叫你忍耐 这个不动也就是个意思 我把世出世间法统统放下